好 出状元我们来看到台北市松山家商学生李孟昕擅长快手蝶杯子 下个礼拜他就要代表台湾前往美国参加世界竞技蝶杯冠军赛 而且才16岁的他很有信心拿到冠军哦 他在台北101大楼等台湾地标短片来拍摄展现出他的蝶杯技术 就是蝶完以后一定要做冰服或者是热服 然后因为像我之前都没有做这些动作 所以我的手就有肌腱眼 对 那到现在手跌久的都还会抖 技艺高超的李孟昕还是世界女子排名第15名 他说蝶杯训练他的专注力很享受自我超越的成就感 这次赴美参赛得冠军信心满满 不是想要跟别人比赛 我想要的是超越我自己 对 那其实蝶杯就像他蝶起来的一样 他是一个让我蝶起来向上的一个动力 由于这次比赛必须自费前往 他利用寒假及课后时间打工 抽到三万元旅费 加上家人和学校赞助 希望赴美抱回奖牌 为国争光 中天新闻财品张哲如台北报道